为鼓励市民领养被遗弃或没有人认领的动物 以及推广做过进责宠物主因的信息 鱼龙自然护理处日前就联同多个动物福利机构 在西贡慧民路游乐场 举行在一年两天的有你宠爱狗狗领养加年华 我总是很希望可以将多些我知道的东西 或者我经历到的东西 可以给予一些想养动物的没有经验的人 其实很开心可以担任这个宠物领养的宣传大使 希望大家可以养狗之前停留一停留一想 因为其实养狗是一生一世的 加年华节目丰富,资讯娱乐并重 包括有艺人分享养狗心得 工作犬示范, 摊位游戏, 狗狗游乐场 教育展览, 亲子手作方 狗隻领养查询, 狗隻领牌服务 以及宠物健康基本咨询服务等等 当你想领养动物做你的宠物之前 你一定要考虑一下你能否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 可以治养牠一生一世 而且你事先要跟牠做一个绝育的手术 绝育的好处有很多 最主要就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繁衍 另外对那种动物来说 绝育了之后也对牠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养宠物第一生一世的承诺 所以在养之前真的要停一停想想想 做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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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